第1545集 金将军 哼 这下好了吧 把自己也给撞进去了 莫小鱼在一旁说道 少废话 金将军 重点照顾好这个人 我有大用 李源日指着莫小鱼说道 一身金甲的金将军倒是名副其实 虽然盔甲上有些灰尘 但是金色的盔甲还是很威风的 他的手里握着一把刀 刀身抽出了半截 慢慢向莫小鱼走去 可金将军还没有走到莫小鱼的跟前 就听到身后自己士兵的惨叫 原来是被小飞花夺去了长矛 将其插进了其中一人的心窝里 哼 我还以为他们刀枪不入呢 原来也知道疼啊 小飞花自言自语道 一脚灯向被自己杀掉的士兵 将长矛拽了出来 然后继续和其他士兵拼杀 奈何的士丹利孤 根本不可能同时与这么多人厮杀 只能是带着顾依依依在大殿里到处乱跑 那些士兵一时间也没有能活捉他们 反而在追逐的过程当中 自己又被杀掉好几人 可是追着追着他们追到了后殿里 那里是士兵被李源日带出来的地方 所谓的后殿其实是一个下坡路 不是一个大殿而是一个极大的空洞 可是当他俩跑下去之后 却呆住了 因为这个极大的空洞里根本不是空的 而是站满了人 所谓的人都是和刚才出去的那些人一样 披甲直锐 身材高大 小飞花看到这一幕 第一反应就是逃跑 回去和那些人接着他 可是却被顾依依拽着 继续向着这些巨大的军阵跑去 很快 他们瘦小的身躯就被这些军阵的士兵所隐藏 那几个追逐他们的士兵找不到了 于是 回去向金将军复命 小飞花躲在这些士兵的脚下 胆战心惊 生怕这些人手里拿着的刀剑砍下来 那自己就真要伸手一触了 过了一会儿 他才抬头看向这些人 却看到这些人 真的像是活的一样 喂 快走吧 这些人会不会发现我们啊 顾依依呢 是在魏灵寨见过这种士兵的 但是和魏灵寨的士兵比起来 这里的士兵显得要真实的多 无论是从皮肤还是从面部表情 都和真的没有什么区别 刚刚李源日就是从这里 把其中一些士兵带出去的 他们都是死的 需要一些特殊的咒语 才能把他们唤醒 刚刚追我们的人 就是这些人中的几个 但是那些人 能够听李源日的命令 完全就是因为那个金将军认识李源日 曾经是李源日的部署 如果能把金将军干掉 那么剩下的人 未必会听李源日的 嗨 你说得轻巧 怎么才能把金将军干掉啊 我都难打过他 你不能 不代表我不能 噓 有人来了 顾一一说道 此时 店外的莫小鱼没有反抗 直接被捆了起来 看着李源日问道 喂 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那位金将军 真的会听你的 你说呢 现在是你被绑起来了 不是我 待会儿 我就要用你的血 冲洗灵台 让你的女人陪我回到过去 到时候 他们都将是我的嫔妃 给我生无数的孩子 你夺走一个完颜柔家 我也让你失去三个女人 你说 这是不是一个很划算的买卖 你别忘了 我只要一句话 就能让你蛊虫发作 死无葬身之地 我知道 所以我告诉金将军 只要是我死了 他就是最高首领 可以将你们一一处死 你等着吧 等一会儿 他就会把你那两个不听话的女人找出来 无论他们藏到哪里 听着那些人脚步一步步破镜 小飞花做好了随时击杀的准备 但是被故意拦住了 对他使了个眼神 示意他不要乱动 但是 他却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了一个小瓶子 而小瓶子里倒出来的是一个玉米粒大小的虫子 小飞花呢 比较怕这些玩意儿 所以向后闪了闪 不想一下子碰到了后面士兵身上的铠甲 引起了一阵声响 虫子在故意的手里慢慢苏醒 此时 金将军的眼睛锐利地盯住了声音来源的方向 朝身后的士兵挥挥手 其中一个士兵拿着长刀慢慢地破镜 而此时 顾依依手里的蛊虫也顺利离开了他的手掌 悄无声息地跑向了那个逐渐破镜的人 就在那人离顾依依还有两步远 已经发现了顾依依和小飞花 正要回头报告时 却忽然觉得自己脸上被狠狠地咬了一口 这下使得他不得不向后退去 可是仅仅几步远的地方 他的尖叫声还没传出多远呢 金将军就看到了一个浑身爬满虫子的人 向自己跑来 他带着手下的士兵急速后退 可是还没等退后几步 那个士兵已然是轰然倒地 浑身爬满了蛊虫 那么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虫子 也不知道这东西怎么繁殖力这么快 而且这些虫子不但是吃完那个倒下的人 还冲着他们爬了过来 这些人只好是急速向后退去 这一幕把所有人都吓坏了 包括金将军 他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 因为转眼间 那名士兵已经成枯骨一堆了 金将军仓皇出逃 大殿之内 李元日看到金将军仓皇逃回来 却没有看到那两个女人出来 只让他很恼火 金将军 怎么回事 金将军看了看被绑的莫小渝 走到李元日身边 在他耳边解释了一番 李元日大吃一惊 他以为只有莫小渝会那些邪门的东西 没想到还有那个小丫头也会这手段 这倒让他有些不知该如何处置了 去 把后殿的门封死 反正我现在用不到那么多士兵 他们迟早都是我的 所以 等我回去再来找他们也不迟 莫小渝 你那两个女人就要变成人杆了 你难道一点都不心疼吗 李元日 你要是敢对他们做一点坏事 我让你后悔下半辈子 我就是豁出去和他们一起死 也不让你活着的 金将军 你的人 是不是被虫子给吃了 莫小渝问道 你会最后悔下半辈子 我们下期间就会去 烫帅 都不可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